朋友们好啊 当这个大外宣呀 也不好当啊 也是走狗狗腿子啊 随时的走狗烹啊 梁工尽 走寿藏啊 走狗烹 是吧 人为刀除我为鱼肉啊 我们这有个朋友就在大外宣工作 中心社中国新闻社啊 他说 他说我们前几年啊 有一次是金砖五国会 金砖五国吗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南非 巴西 是吧 这五个新兴工业国 是吧 他说是在南非开会啊 致辞 是吧 领导人不得致辞吗 结果搞错了 太紧张了 因为在中国呀 是吧 官大一级压死人 底下人办事都战战兢兢的 所以把致辞给写成了辞职了 是吧 说这国家主席辞职了 这多大事啊 这属于中国人讲话叫政治上的事故啊 政治上的事故 所以呢 各网络媒体都转了 都转了啊 45分钟以后才发现 其实这个网络这些东西是吧 网媒它就是粘贴复制 直接就弄了啊 45分钟以后才发现 结果是单位四人掉岗 给你调离岗位 肯定去一些不重要的地儿吧 重要岗位 你出这么大错 然后工资啊 各方面上升的空间呀 升迁呀 福利待遇 肯定都受影响啊 单位四人掉岗 反复认真的检查 说教训啊 说是社长 社长都跟着 跟着领导人出访 大外宣嘛 中国新闻社啊 社长一下飞机 消息传来 顿时手都凉了 他以后也别升官了 我刚刚刚刚说那卢伟 是吧 当过新华社副社长吧 还当过这个什么 这个人民日报的吧 后来是什么这个 中央宣传部 中宣部副长 网信办主任 连他都办了 对吧 听说他给一尊下套 让一尊背书名 是吧 一尊哪上过多少学呀 一尊文化大革命 那一批人都没上过学 你像我哥他们 我大姐他们 那会儿都是打群架 是吧 你不打别人 别人打你 然后呢 让你学工 学农 学军 对呀 到兵营 到工厂 到农村干活去 是吧 根本也没受过什么教育 你像我哥 他都很少给人写信 我原来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我经常给人写信 我还写繁体字呢 我哥写个信 特费劲 净是错别字 啊 那一代人都没文化 是吧 在车上打字发稿 传回北京总编时 都没看出来 是吧 这就是 是吧 这一段啊 没有人的名字 所以我给发上了 给大家看 是吧 这也没事 当走狗也不好当 是吧 中国的体制啊 就是战战兢兢 不允许出错 你看那新闻联播了吗 新闻联播 哎呀 你看那个 那个播音员 自证腔圆 实际上 你让领导人自己说话 有的领导人 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真的说不出来 而且有的领导人 南腔北调 你看赵紫阳 是吧 河南话 我们来完了 我们来完了 是吧 你们还年轻 你们要好好的活着 彭真一口山西味 邓小平一口四川味 是吧 都吐了呱唧的